各位久等了 相信各位等我们iPhone 12的性能测试都要等到不耐烦了 但为了能把详细的性能分析带给大家 我昨天过生日也干了一整天视频 所以这期视频今天终于能和大家见面了 好 这里是极客1 我是你们的飘哥 现在我们开始正片 上个月苹果发布了iPhone 12系列 我相信各位其实已经看过了各大UP主队 iPhone 12以及iPhone 12 Pro的首发评测 甚至有些小伙伴可能正在用iPhone 12来看我们这些节目 所以相信关于外观 重量 颜色之类的东西 应该已经用不着我来和大家介绍了 摄像头的表现可以参考我们前几天的本田混动汽车的视频 里面有相当多的镜头都是使用iPhone 12拍摄的 在这期节目里我们也不多说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是来聊什么呢 是来聊聊iPhone 12系列上这颗A14以及它的性能和散热表现 另外 为了更准确地分析A14在iPhone 12上的表现 我又去买了一台iPad Air 4 我们在视频的后半部分也会来对比一下 看看同一颗处理器在手机和平板上有多少差别 这期视频我们会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你可以跳转到相应部分按虚观看 这次的苹果A14处理器使用台积电5nm工艺制造 核心变体88平方毫米 比A13还要再小一点 它的CPU部分依然延续从A11开始的2加4设计 但是大小和都相应地换了新架构 IPC也会有所提升 从Semi Analyze的数据来看 它的晶体管密度高了50%左右 负责深度学习的NPU面积也相当巨大 但我们这次的测试里面因为并没有合适的项目 所以没法测试到底提升有多大 那么我们从CPU开始 Geekbench 4里面 我们把A7开始的A7的处理器放在一张图表上 不单看出无论是单核还是多核 A12到A14的性能进步几乎可以拟合成一条直线 从Geekbench 5当中也能看到相同的结果 看起来像A11相比于A10那种飞跃式的性能提升可能未来就不会再有了 而更有趣的是单核性能 你会发现在Geekbench 5里从A8到A14 它们每代的单核性能提升幅度几乎都是一样的 你甚至可以去用一条直线来拟合它们 看来苹果已经帮你设计好了每代CPU的进化幅度 我觉得这个刀法就算比起老黄也不成多让 详细来看看它的成绩 Geekbench 5里面单核1596多核4180分的成绩 宣告了它依然是明年 也就是2021年手机SoC峰值性能的天花板 多核成绩和A12Z大概差10% 比A13高了20% 而单核成绩也同样比A13高了20% 刀法精准 Geekbench当中其实会显示一个CPU频率的 对A11之后的iOS设备来说 这就是一个单核最高锐频 3GHz的最高频率比起2.66GHz的A13高了13% 所以我们抛开频率用Geekbench成绩粗略地算下它们之间 IPC的差距大概是6% 这个提升幅度好像不算大 和英格尔的性能提升幅度有一屏 但是我们再来拉上高通骁龙865来对比一下 865使用的是ARM工版Cortex A77架构 大核2.84GHz 如果按照Geekbench 5的成绩来看 两者的IPC差距竟然有66% 有点可怕 Zen2和推土机大概也就是这个差距 只能说ARM工版还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Cortex X1身上了 但是Geekbench我们能挖掘的肯定不只是一个分数而已 那我们来看看紫项能不能找到更多有意思的信息 Geekbench 4里有专门的内存性能紫项 相比前代呢 这次哪怕是搭载了4GB内存的iPhone 12 内存性能也有着大幅度的提升 不管是读写带宽还是延迟提升都不小 那天刚跑帅的时候 我猜测它是不是换上了LPDDR5内存 然后我又对比了一下使用LPDDR5内存的1加8 Pro 小米10和三星20 发现iPhone 12的读写比它们略强 但是延迟低很多 这就很有意思了 直到我看到了拆解 我才搞明白这是个什么情况 iPhone 12的A14搭配的是LPDDR4X内存 诶 你可能要问了 哈? LPDDR4X? 性能怎么会比LPDDR5强? 你就恩喜 说你是不是收了苹果钱了 其实这个问题我简单讲一下 各位就明白了 内存性能其实受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个是位宽 一个是频率 一个是时序 位宽方面 iPhone和安卓的手机基本上都是64位 但iPad Pro像A12Z这类芯片会用128位 分别等效为PC上的单通道和双通道 如果经历过DDR3到DDR4内存换代的PC玩家会知道 红屏下 比如说都是2133M 那么DDR3的时序一般会更好 比如说DDR3是C19到C11 DDR4可能是C12到C15 这样就会导致两者的带宽一样 但是DDR3的延迟会更低 DDR内存的历代更新基本上都是这样 包括从DDR2到DDR2 包括从DDR2到DDR3 所以说这次苹果的LPDDR4X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用上一代的高频内存去压低相同带宽下的延迟 那你可能要问了 既然LPDDR4X可以做到这个性能 那大家干嘛用LPDDR5呢? 答案是功耗 首先两代内存相同带宽的情况下 因为电压的差别 LPDDR5是更省电的 所以苹果这次在内存的使用策略上 应该是用功耗换了一些额外的性能 虽然和11系列都属于LPDDR4 但是这次从带宽和延迟上来看 应该是超频超了不少的 再加上A14应该会有内存控制器的升级 所以整个性能提升了不少 至于具体的功耗表现 我们待会儿测了就知道了 因为内存功耗其实你是无法单独答出来说的 如果大家用的都是865 你用LPDDR5它用LPDDR4X 那你就会比别人更省电 但是苹果的处理器是自己造的 所以我们待会儿来看看总的功耗表现控制的如何 就知道内存会不会影响到整机功耗了 iPhone 12还有一个重要的提升是磁盘性能 但是iOS下你很难找到像Android Bench这样靠谱的磁盘测试软件 所以这个测试项目的成绩 由于App的算法问题 并不能和Android手机跨平台对比 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尝试自己去写一个跨平台的磁盘测试软件 那原规正传 我这台iPhone 12是256G的版本 而我的11 Pro Max是512G的版本 为了公平和模拟实际使用情况 两者我都重新DFU刷了机 然后又恢复了同一个iCloud的备份 然后我们用JS Disk Bench跑一下1G的顺序读写测试 4K突发测试和磁盘延迟测试 三个项目里256G的iPhone 11都轻松干掉了512G的iPhone 11 Pro Max 甚至性能几乎翻倍 作为NVMe协议的硬盘 我很好奇苹果是不是也用上了新的PCIe 4.0总线 这个翻倍的磁盘性能让我非常期待年底的RMAC 不用英特尔终于能用上PCIe 4.0了 体现在实际使用当中 就是各种应用的载入速度会有些许的提升 有些国外UP已经有过这方面的测试了 我们就不再多测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对游戏最重要的GPU性能 首先我们来跑一下GFX Bench 来看看常温下A14 GPU的峰值性能 我们的测试项目是Aztac Ruin 分为1440P和1080P两个分辨率的离屏测试 直接看成绩 iPhone 12上的A14处理器相较于A13提升大约10% 这差距就像3080和3090的差距一样 基本上就是A9之后A系列处理器进步最小的一代 挤牙膏 但话又说回来 你拿这个成绩和865在一笔 1080P下A14居然强了91% 1440P也强了76% 但从峰值性能来说 你很难相信它们居然是同一年推出的产品 不过毕竟A14的对手是明年的875 也只能期待高头能良心一把了 而麒麟9000作为和A14同期的产品 GPU峰值性能就更接近一些 而且两者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共性 可以去我们屏幕下方的链接去看看麒麟9000的性能评测 也很好玩 但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的手机SoC大横屏 你肯定知道GPU的峰值性能只是一方面 实际的游戏性能还是要看看它的持续表现 毕竟温度高了就会降频 说起这个 这次测试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插曲 在我刚拿到iPhone 12那天的出厂系统是iOS14.1正式版 我恢复好备份第一件事就是试试iPhone 12能不能成为第一个驾驭元神的手机 刚开始很流畅 如丝般顺滑 然后我人就傻了 它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调到十几帧 然后当你以为是降频翻车的时候 它居然又慢慢自己恢复回来了 接着我跑了光明山脉 发现了完全相同的结果 甚至在王者荣耀和吃鸡当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后来我分析了perfdog记录的图表 发现在调帧的时候GPU占用率反而是下降的 那说明并不是GPU降频导致的性能下降 我又发现与此同时CPU又会有一个占用率的突然上升 哦 那应该是这个系统版本的调度出了问题 或者说是驱动出了问题 那我更新了iOS14.2x4也发生了一样的结果 这状况显然不对 结果礼拜六早上我一醒发现iOS14.2GM推送了 一看大销五个G 突然一下我就清醒了 我意识到了一件大事 我前面的测试都白做了 不过还是得说一句 苹果解决问题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 你想想如果这要是一款微软的设备 这期视频可能就得到明年才能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在升级了系统之后 A14的性能表现终于来到了它应有的水平 光明山脉这个移动端Firmark里面 它的峰值来到了43帧 持续平均帧也来到了31.4帧 依然是目前手机性能的天花板 峰值功耗8.6W和A13的8.3W相差不大 但是峰值性能有所提升 因此峰值能耗比来到了5.1 和A13相比有所提升 更新了iOS14.2GM系统之后 iPhone12和之前iPhone应用了基本相同的文控策略 刚开始是峰值 这时候是高频高功耗高性能 随着温度升高 慢慢降频过渡到高能效比状态 降频后 它的功耗依然保持了和A13一样的性能 都是4.6W 因为性能更强 所以能耗比稍高来到了6.8W 比865大概强了30% 总的来看 A14在光明山脉里表现比A13稍强 依然是手机端GPU性能的天花板 但是提升幅度在iPhone历代里是相对最小的 可以说是有点挤牙膏 但是iPad Air 4上同样也是A14 表现就是另一副光景了 待会儿咱们再细聊 先来说说实际游戏中的表现 由于A14的性能对于几乎所有的移动游戏来说都是过剩的 所以我们实际测试的游戏就只测试原神了 在原神中 iOS 14.2 GM系统下的A14表现是目前所有手机里最好的 在4分40的降频点前 iPhone 12基本上是非常稳定的60帧 小卡顿要比iPhone 11 Pro Max更少 CPU占用率也相对较低 这里可以看出来A14的CPU性能大幅进步带来的收益 4分40秒之后 A14开始降频 这个时候帧数会有点挣扎 会出现卡顿点 显然这时候是由于温度原因进入了降频状态 仔细查看图表 你会发现它的CPU占用率在4分40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 说明这时候CPU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降频 而此时GPU的占用率却并没有明显提升 并且在卡顿点还会随之降低 说明CPU的降频幅度要比GPU来得更大 原神毕竟是一个非常吃CPU性能的游戏 但14.2GM系统下没有出现之前那种帧数暴降的情况 即使从4分40秒到10分钟这段波动相对较大的状态下 iPhone 12依旧有57.3帧的平均帧 而全程的平均帧来到了58.1帧 实际游戏中 如果你按照我们之前原神设置视频的建议稍微调低点画质 你将会得到这个世界唯一一个打原神全程60帧的手机 至此手机终于是勉强征服原神了 但话说回来 这个CPU的降频幅度看得出还是比较狠的 所以一方面我觉得驱动依然有优化的空间 所以之后的iOS版本 它的表现可能还是会有所变化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省电模式也许会更好 于是我打开省电模式又跑了一遍原神 结果令我大跌远近 这不对啊 不是说好iPhone的省电模式就是游戏模式的吗? 这帧数曲线怎么是这样子啊? 我带着这个疑问 我又测试了一遍省电模式下的GFX Bench和Geekbench 5 终于找到了原因 GFX Bench当中 iPhone 12的GPU降到了10比865plus略强的水平 并且是完全不降频的 20分钟的SunnyMark Wildlife压力测试中成绩非常稳定 这说明GPU性能并不是问题 CPU的成绩也同样比默认模式低了不少 但这里问题来了 相比较于A13的省电模式 它的多核成绩几乎翻倍 但单核性能居然更低了 也许这就是造成原神帧数跑不满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省电模式下A14的调度机制 为了做这个测试 我们用Geekbench 5 Pro选择不同的CPU测试Worker数量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几线程测试 那在选择1和2的时候它的成绩提升是翻倍的 而3-6的时候成绩提升放缓了 前面聊过A14是2加4结构的处理器 前面两个结果很明显是一个大核满载和两个大核满载 用CPU DASH可以看出省电模式下大核的最高频率只有1.3GHz 而在三个Worker的情况下 事情就变得有趣了 一个小核介入工作 此时跑出了1826分多核成绩 两个大核此时必然是小于等于满血时段1355分的 减一下你会得到一个471分 这应该就是小核带来的性能增益 风光刹新CPU DASH插件 我们会发现小核的最高频率是1823MHz 简单计算一下 可以得到小核每GHz下的性能至少是257分 然后我们再来计算一下搭载A76核心的骁龙855的每GHz分数 得到了267分 而865的A77则是每GHz321分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 A14的小核性能达到了A76大核的96% 同时也达到了A77的80% 苹果 你这颗小核心是认真的吗? 然后再来解释一下为什么A14的省电模式单核成绩反而降低了 因为A13的省电模式下大核心是以1.8GHz运行的 但是多核负载时会有相应的多核锐屏 所以全核心性能只是大约A10的水平 而这次A14的省电模式CPU明显是更注重多核性能的设定 接下来我们用原神来测试一下省电模式下A14的实际游戏性能 在省电模式下它跑出了几乎和865一样的成绩 从曲线上可以看到GPU此时几乎全程满载 当然GPU并没有降频 我想到安卓上的原神分辨率大约是720P 而这台手机的分辨率跟iPhone 11 Pro Max是一样的 于是我进一步把游戏的渲染分辨率开到低 但成绩并没有做到全程60帧 GPU的负载也并没有吃满 但更有趣的是游戏当中的卡顿点和865几乎一样 那我们再来联想一下A14省电模式下的Geekbench 5成绩 就能够看得出原神有多吃CPU 以及CPU的单核性能对这个游戏的帧数影响有多大 不过作为省电模式最令人惊喜的还是功耗 在平亮度开到30%左右的情况下 省电模式的iPhone 12整机平均功耗居然只有3.7W 这几乎是骁龙765G手机的水平了 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此时的iPhone 12约等于一台搭载骁龙865加且不降频的游戏手机 但是功耗却只有765G水平 如果是这样的环保 那我举双手赞同 现在我们来聊聊iPhone 12打原神时的发热情况 先说结论 依然烫手 我们实测了玩半个小时原神时的机身温度 机身最高温度45.2度比iPhone 11 Pro Max低1度 但因为iPhone 12是铝边框 边框会更热一点 边框最高温度44.3度比iPhone 11 Pro Max高7度 在即将到来的冬天 打两把原神iPhone 12应该能给你带来温暖 当然前提是还有电 那作为历史上最环保的一代iPhone iPhone 12的包装里并没有充电器 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 不如来看看Anker新出的Nano 20W快充充电器吧 和苹果自家20W充电头完全一样的9V2.22A规格 可以让MagSafe充电器满血工作 大小和价格都只有原装充电器的一半不到 现在好像不能叫原装充电头了 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一个充电头只需要79元 带起来就跟5V一按一样轻松小巧 用的还是苹果同品牌芯片 Anker也是苹果Apple Store和官方直行店的入入品牌 我也是他们的老用户了 如果你也是iPhone用户 赶紧称双11来一个吧 那么我们用Anker 20W充电头直连iPhone 12测试一下充电效率 由于实践原因我们没有完整测试充电曲线 那就由峰值功率来看Anker这个充电头和苹果的20W充电头直连iPhone 12 都可以做到接近19W的功率 但是体积取消得多 那么关于iPhone 12的常规测试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长按 别忘了看一下进度条 我们现在开始正片 摄像师递我一下我的iPad Air 4 iPad Air 4看起来就像是一台换了颜色的iPad Pro 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它的边框更宽 少了闪光灯 一听你会发现四个喇叭孔里就俩有事 但这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 咱们今天要聊的重点是A14的性能表现 那么Air 4上的A14和iPhone上的有区别吗? 有 而且区别不小 首先来看看基准测试的性能 Geekbench的成绩基本上和iPhone 12大差不差 由于更好的散热 Geekbench 5的多核成绩比iPhone 12略高 而GFX Bench则相较iPhone 12有着5%-10%的提升 相较于A13 它的提升大概就来到了18% 看来这才是A14的真正实力 这个初步的测试结果意味着 它的GPU表现应该会和iPhone 12很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光明山脉当中Air 4的表现 这一根40帧的直线就是它的FPS曲线了 这就是完全不降频的A14的实力 虽然说距离A12Z还有着一定的距离 但除了A12Z它就是天下第一 这也让很多说iR4里的A14是残血版的谣言不攻自破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给iPhone 12换上一套给力的散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可惜换不得 我们再来看一下功耗表现 你可能会发现iPhone 12上的A14峰值帧数是可以跑到44帧的 但是iR4上反而只有41帧 这个调教上的差别直接体现在了功耗上 iPad Air 4的功耗曲线就跟它的帧数一样平 峰值功耗也只有6.9瓦 相较于iPhone 12上8.6瓦的峰值功耗低了不少 大约就比865plus略高0.7瓦 而从这个表现上也不难看出台积电的5nm并不是一个高频性能很好的工艺 iPad Air 4上应该是找到了一个甜点的频率电压点 而iPhone 12的峰值状态能耗比其实比起7nm并没有非常多的功力红翼 结合麒麟9000的表现 我也就能理解为什么Zen 3还在使用7nm工艺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原神实际游戏里的表现 原神里 iR4的表现几乎和A12Z的iPad Pro 2020表现一样 一条顶着天花板的直线已经说明了所有问题 所以不难看出苹果这次应该是改善了iR4的散热 摸起来它也不再是Logo散热了 主板放在了机身的一侧 虽然都是A14 但是苹果在iPad上和iPhone上使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调校方式 一个注重稳定的墙 另一个注重峰值爆发 这让我愈发期待起有可能会出现的A14 iPad mini 6 我觉得那可能是一台超级iOS游戏机 考虑到这个情况我又补测了A12的iPad mini 5 果然和手机的A12性能也有所不同 我们也会更新进天梯图 别忘了来socpk.com看看 那么整个测试到这里是真的做完了 这么长的一期视频感谢你能看到最后 来总结一下 A14毫无疑问又一次刷新了手机处理器的上限 但如果只看iPhone 12上的表现 诚然CPU提升不小 但GPU无疑让人感叹有点挤牙膏 但结合这次的测试结果和省电模式的全新调校方式 让我意识到这次的iPhone除了你们懂的环保以外 在A14的调校策略上是的的确确变得环保了起来 变成了更加注重能耗比的一代iPhone 但是iPad Air 4上解除了封印的A14 终于表现出了它应有的性能 看起来2021年手机SoC的天花板十有八九就在眼前了 苹果已经交出了它的答卷 就看看明年还有没有一个横空出世的搅局者了 毕竟搭载了Cortex X1的875还没来呢 对吧 那么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长安点再见 给我们来个素质三连 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极客观 我是你们的飘哥 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了